材料清搭,黄冰糖4公斤,火龙果3个,蓝莓750克,哈密瓜1个,泥猴桃5个,柠檬8个,高鹏龟玻璃除氧气1个,准备高鹏龟玻璃酿酒气1个,洗净并且晾干,其实玻璃的也可以喽,但是普通玻璃一碎也不耐高温,这个我们都是知道的吧,高鹏龟的玻璃不仅薄,轻,水果放进去,发酵过程中也是很漂亮的, 而且这种玻璃耐热,不易碎,用开水消毒也是OK的,我用的这个是容量八升的哦,准备水果,蓝莓,火龙果,哈密瓜,泥猴桃总重够4公斤,柠檬10左右,这是按照八升的玻璃容器锅算的量,做的时候要根据自己所用的容器灼形增减,水果尽量选择新鲜没有腐烂变质的,这样制作出来的叫做更健康, 准备冰糖,红糖或黄冰糖4公斤,我这次用的是黄冰糖,也是我自己认为,做酵素最好用的糖了,这次忘了拍,图示上次做山楂教素时候拍的好,用过滤过的净水将水果洗净后充分沥干,手充分洗净,将水果去皮切片,每种水果铺一层,一层柠檬,一层冰糖, 一次拿放,最后一层爆冰糖,注意整个过程不要沾一滴水,剪两周,每天用被水烫过,并完全沥干的竹筷,将罐中的水果和冰糖充分搅拌,密封发酵,我用的容器上面有排气发,发酵过程中会产生大量气体,每天要记得排气哦,三个月后便可以用, 这样直接用水龙头接就可以了,喝多少接多少,剩下的还是处于密封环境中,不得不说这个储尿器的设计还是不错的,小贴士、筛货和糖比例,最好为一笔油材料和容器的版,一定要无水无油,不好意思各位储油,我现在已经不卖瓶子了,大家可以自行购买,记住高峰规划